大家好,养猪子花,我们经常会发现猪子花有一种缺铁性的黄叶 这个缺铁性黄叶主要是发生在一些鲜叶嫩叶上面 然后它主要是叶肉是发黄的,叶麦了还是绿色的 那么缺铁性的发黄呢,一般都是要给它补充铁元素 所以很多花有的都会给它用上牛栓亚铁来增加铁元素 让这个叶片能够恢复油绿 但是我们会发现用的牛栓亚铁虽然叶片能够恢复 但是没多久啊,叶片又发黄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猪子花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缺铁性黄叶主要是因为盆土减化造成的 盆土减化造成这个铁元素无法正常的被吸收 就容易出现缺铁性黄叶 我们只给它补充铁元素没有改善这个土壤环境 那么它还会再次发黄 所以我们在用上牛栓亚铁之后呢 我们还要多做一步 那就是给它盆土里面用上这个微生物菌剂来改良土壤环境 微生物菌剂它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 还可以呢增加盆土里面微生物的含量和有机制 让盆土里面营养更加的丰富 土壤呢更加的疏松透气 那么这样土壤环境是以猪子花呢 就不容易再出现缺铁性黄叶了 所以猪子花出现缺铁性黄叶 我们光补牛栓亚铁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改善这个土壤环境才行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